这个视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文革的时候啊 学校可能就缺乏了所谓的规训能力 所以一个人成长需要养育陪伴规训 斗士步道分离再重逢 我们就是只是完成了生育 我们陪伴没有 我们规训没有 斗士似乎有没有 这不好说 步道似乎早早就完成了 这不就是这样步道的吗 所以说完全大溃败 就小孩子的意思就是没办法听课 得搬着椅子自己跑到老师跟前来听 只有这么一个学生想学知识 没有叫S了 不要有S出来 无论这个特尔珍不要有S 只要他出现了联系组 都不要有S出来 好 第十一节 好 第十一节 好 第十一节 来看一下 这几个穿黑衣的学生好像想黑社会一样 你孩子碰到这样的学校你只能出来学 你没有别的办法